- 包包酒 - 我來看一下冰箱有點什麼 - 準備點東西給你吃 - 想吃什麼 - 學長 - 學長 - 你覺不覺得... - 那個薛海長得像林達郎 - 為什麼這位電台新老闆薛海長得這麼像達郎 - 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時候 - 居然脫口說出達郎的名字 - 他們兩個長得真的很像 - 學長 - 保住 - 妳冷靜一點 - 我也很想冷靜啊 - 可是當你找一個人找了三年 - 正當你要放棄的時候 - 卻突然出現一個跟他長得很像的人 - 妳知道那種感覺 - 妳知道... - 妳知道... - 好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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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讓他回到妳的身邊 - 保住... - 如果妳是因為真的找回林達郎 - 而感到心情會很激動 - 而感到心情會很激動 - 我完全可以理解 - 可是妳現在面對的... - 只是一個長得跟達郎很像的人 - 她叫薛海 - 除了長相之外... - 她跟達郎完全是兩個人 - 她跟達郎完全是兩個人 - 她跟達郎完全是兩個人 - 我知道... - 她跟達郎完全是兩個人 - 我知道... - 學長,對不起... - 學長,對不起... - 妳不需要跟我說對不起... - 妳不需要跟我說對不起... - 妳不需要跟我說對不起... - 我完全可以理解妳的心情... -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是... - 我在妳心中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 妳沒有辦法讓妳忘記達郎... - 如果連一個長得跟達郎很像的人... - 都能影響妳... - 那我真的要回去打哭一場嗎? - 好啦... - 是我腦袋有問題... - 哇... - 妳陳寶珠竟然說自己腦袋有問題... - 看來妳快變成正常的女生囉... - 妳不要太過分喔... - 小心我把妳... - 小心怎麼樣... - 比打架妳是打不贏我... - 而且妳還欠我一個承諾... - 知道啦... - 再說我就把妳... - 我相信我將會看到... - 太空的美... - 而且妳還欠我一個承諾... - 知道啦... - 再說我就把妳... - 不能... - 我的手... - 妳們... - 妳不要用說的... - 妳不要用做什麼... - 妳們... - 妳們... - 妳們... - 我要跟你主動... - 妳們... - 妳們... - 妳們... - 妳是... - 妳們... 陈寶珠 我什么时候才得等到你帮我煮一顿大餐呢 你想拉肚子的话 死脚鬼 等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 只有失去的拥有 来来来 想放这儿 摆这儿 这什么 这是要给你相亲的资料 相亲 都什么年代了 还要透过相亲来认识对象 你懂什么 这都是经过我千挑外选出来的 保证个个都是好女孩 你黑人也有 什么黑人呢 人家只不过是太阳晒多了而已 大姐 为什么非要我相亲不可 因为 你一直不肯好好的交个对象 你不急 大姐急 谁说没有好对象的 你有了 我都不知道 你是谁啊 做什么的 她是做电台的DJ 电台 就是你买的那个电台 果然被我说证了吧 你真的为了追命 买下整个电台 你真是够害怕的 yes 干什么干什么 包装死人啊 阿海 不是大姐说你 你说你交个女朋友是个DJ 你就买个电台 将来你要是交个女朋友是个空姐 你还把整个的机场买下来啊 我们家又不是买的 你说什么话啊你 你有个姐姐的样子好不好 我本来就像姐姐嘛 不像姐姐的是你 我就知道 要不是 要不是为了照顾爸爸六十岁才生下的阿海 你早就吓人呐 你知道就好 知道知道 我都知道 大姐你最疼我啦 那这样这样 就让我去追想要追女生嘛 那 什么时候把她带回来给我看看 嗯 你要等到我追到手再说啊 诶 先品质检验一下 又不是我们家马桶工厂 很品质检验的 诶 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们家阿海要交的女朋友 比喻成我们家要卖的马桶的 婚前多交的女生有什么不对的 要品质检验的 追到手在品质检验嘛 好了好了 你不要一直鼓励我们阿海谈恋爱好不好 教她谈恋爱的是 只要不要谈恋爱的也是你 你到底想怎样啊 什么呀 难道你要把我们家阿海变得跟你一样啊 今天交了一大堆男朋友 明天又变了一大堆男朋友 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 我看你是因为交到男朋友才这样说我的吧 你这是什么搞的 不要再吵了 我头好痛哦 头痛啊 怎么样 要不要紧啊 要不要到医院叫个医生来看看呢 只要你们不吵架 我什么病都好了 既然阿海要教的那个低阶在电台 不如我们明天偷偷去看一看 要看你自己去看 我才没那个兴趣 什么了不起 你不去 我自己去 那你可不要笑到人家啊 不会 你等一下 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做我不要把人家吓到的 我的样子很吓人吗 你把话说进去再找啊 什么意思啊你啊 我的样子很吓人吗 我 我吓人吗 我怎么会 下去 来了 阿海 上次你在内地 谈过一场轰轰的恋爱之后 把自己搞成一个海派王子的形象 有多少女孩子想要跟你接近 都打不进你的心里 这次你这么认真 从来追求一个女孩子 一定有什么原因吧 这个女孩子一定有非追不可的理由 这个女孩子一定有什么问题 二姐 不要逼我说出原因了 你不让我被你收出来 好 我让大姐来也跟你说 而且 而且 我就是不想让大姐知道 所以我才不说的 好啊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至少你该相信二姐 我不会是你的阻力 搞不好还会是你的助力哦 真的 你真的会帮我吗 那要看她有多刺激了 因为刺激我又会帮你 哎呀快说啦 好啦 那个女孩子 就是三天前抛弃我 伤害我那女生 所以你是想重新再把她追回来 这有什么意思啊 你不怕被她再甩一次 不是 我今天在电台遇到她的时候 她跟我说我长得跟你男老很像 可是她不知道我是女男老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我想要以赴一下公子的身份 然后追到手 然后再抛弃她 你怎么知道 经厂上面的事情 我可是百战百战所向披靡裂 你这种心态 有多少可以理解 哎 二姐 我这样会有点过分吗 当然不会啊 二姐 我站在你这边 有本事抛弃别人 就要有本事扛起被抛弃的痛苦 有本事抛弃别人 就要有本事扛起被抛弃的痛苦 相信我正会看到太空的美 喂 慧玲啊 我是董事长啊 我明天会到台里去 你把大家给我集合一下 至于董事长集合大家的目的 等一下会有董事长亲自向各位说明 所有人都到齐了吗 甜心她有节目要安 还有她节目的工作人员 那其他的全到齐了 好 我知道了 台长 董事长已经到楼下了 请大家稍等一下 哎 请问一下 这个董事长是我们老板的爸爸吗 等一下看了你就知道 董事长 请让你的份份把大家都集合起来了 大家放轻松一点 不要太拘束 相信大家都见过我们家阿海了吧 阿海是我们家的独子 从来没有做电台的经验 所以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多多的提点她 奶奶 你放心好了 我们一定为了新老板 父母汤导火再说不辞 你刚才叫了什么 奶奶啊 你不是我们老板薛海的奶奶吗 我有那么老吗 啊 对不起 原来也是老来得子 恭喜恭喜呀 我不是她奶奶 我也不是她妈 我是她大姐 总而言之 我们电台里的每一个节目 我都会收听 所以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能够好好认真的努力 好 现在基于私人的理由 所有的女同事留下来 所有的男同事请暂时回避 喂 老板 富敏 我快到公司了 电台没什么事吧 董事长现在在电台里 而且还集合了所有的女同事 什么 五大姐 台长 董事长在干嘛 我怎么知道 叫什么名字啊 同事们都叫我Nancy Nancy 是 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岁 哦 有男朋友吗 我结婚了 还有两个小孩 大的九岁 小的六岁 大 大的都九岁了 今年才二十五 大得都九岁了 那就是 十六岁就做妈了 对啊 哎呀 这年头年轻人真是 你是 我是电台的台长 我叫谢丽金 哦 你好 你好 今年多大了 哎呦 真是看不出来啊 结过婚了吗 结了 结过了 是零了 太好了 好吗 嗯 嗯